這是我們貴州 你問貴州人油辣椒 他們都知道 每家美副都要吃的 它是很特別的一個傳統貴州 很香的東西 他們不是不光是拌飯 當蘸水還是麻辣鍋都要用這個 來自貴州的中代池營 引進道地的大紅桃花椒 炒成麻辣醬之後 融入台灣的藥膳湯頭 成就麻辣香 又能回甘不燥熱的麻辣鍋 他還憑著記憶 廣用發酵食材 在台灣成功的複製一缸 原汁原味的味州酸湯 就是用新鮮的番茄 然後把它剁成小塊小塊的 然後放在缸裡自然發酵 然後最少要七天 它會產生那種菌 活菌 這個活菌對我們身體都很幫助 它吃完後能讓我們身經開胃 並且吃完以後你很想吃東西 為配合台灣人的口味 中代情減少辣椒的使用量 並分成大辣 中辣 小辣 店裡的火鍋菜盤 新鮮蔬菜就有20種 他還研發各種口味的素糕餅 像是蘿蔔絲餅 豆沙鍋餅等等 每一道都堅持從餡料到成品 只能使用天然食材 做素食啊 當今現在啊 對大家都好嘛 對地球好 對整個地球都很好 對我們健康也很好 做健康的素食更不簡單 所以說我經常跟他們講說 我們自己請人一定要走下去 一定要手牽著手啊 有福報的帶著沒福報的走 沒福報的拉著有福報的走 這樣才有辦法走下去 經常把幸福和知足劃在這邊 中代情說 因為過去長時間得到台灣人的關懷 現在他要把這份愛台灣的心 轉化到素食料理上 與大家分享 中代情減少辣